各位 早安 先來看法國最近是連續發生 學生暴力四驚 先有一個十三歲的 學生在學校外面 讓董聰打到分析 但還有一個十五歲的學生 學校給人圍起來打死 總統現在在紅 也出聲批評 說青少年的暴力行為是越來越超過 有比較要保護學校的安全 小年學生抱著家人 女生要安全 因為他們安全也不夠 當學生就這樣打死 發個別人不夠過一間中學 上禮拜是發生檢獎 抱著四驚 一天只有十五歲的女學生 學校回家中 讓人圍起來打 打到心中疼去 上衣家就說是嗎 我不知道什麼說 我想要很勇敢給媽媽 我當爸爸有害怕 我有害怕 這就是不理解 我沒有明白 當我們要離開學校的學校 這不是不可能 健康時代表五名小安少年人 多數年紀第十五至十七回期間 只有一個人生年 比海人和其中兩名相關的妹妹有關聯 還要去求婚 讓他們報告 事情發生了 家長都心疼去 反而有這個宿舍 可能就是家長的孩子 而且這不是單一層家 到底幾項情也就是聰明 我們不相信 蒙伯烈要幾年十三歲十八歲 在後果 讓同學打到黨上分配幾個天再親過來 這是一個問題 你特別是在學校 學校 這是一個問題 特別是在暴力 還有這個暴力 我們現在太離譜了 孩子太離譜了 為了什麼 警察後來台北三人 年紀最大影響這十五歲 其中一名相關是受害者的動向 藝術因為相反在網路上有過一節才會導致 一個禮拜來 發生兩項檢討百人 包括總統馬克宏 表示 青少年保留行為如來 如有受控制 未來要跟共同好好安全 正確是 學校家長 關心小孩在網路上有過程 以後 黎叔叔 驚 告發聲 公視新聞 其關兩邊一樣 公視新聞其關兩邊一樣